张华倒数两天辩论烧不停 黄文玲、王惠美、为民谷隔空叫战 辩论议题在发烧 黄文玲、王惠美、为民谷隔空叫战都要办辩论 国民党候选人王惠美22日邀张华县长为民谷辩论 为民谷爽快回应早就在等了 无党黄文玲23日说,是他最早发起辩论 结果蓝绿两党只想直求对决 王惠美质问黄文玲,是要针对张华结运辩论 哪有提过完整的张华结运网络证件吗 为民谷说,早就准备好了 希望越快越好,不要等选举后再来辩论 那就没有意思了 黄文玲今天说,昨天晚上国民党候选人王惠美 当独邀约为民谷辩论 显然是蓝绿套好招 为就选情逼迷糊相掩护 选举剩两天,突然间抛出药和卫民谷辩论 卫民谷阵营也马上答应 跳过其他三位候选人 其他所有县市政策辩论会都是全部候选人参与 王惠美 王惠美表示,昨天要求辩论的是以轴环双树钮和卫民谷的十条捷运主张来进行辩论 请民谷县长不要模糊焦点,辩论的时间,地点,方式由未现场来定 更期待找专家,学者来交叉结问 以立彰化详心了解捷运对彰化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性 王惠美也回应黄文玲 我们现在是要针对彰化捷运辩论 请问哪没有提过完整的彰化捷运网络系统规划政见吗? 黄文玲回击王惠美,当个县长的工作只要盖结运吗? 提出辩论是针对权章化的各方向规划来辩论 市场第一次有人辩论会只有一条证件 原来选县长就只为了盖结运,其他一概都不管了吗? 那你只顶多能当结运局长罢了 魏明谷表示,对于辩论早就准备好了 欣然接受,时间,地点一切都配合王惠美委员的安排 包括捷运,社服等议题,可以公开立性交流 请王惠美委员定出时间,地点,第三方公正单位等工作 只要王惠美委员提出,欣然配合 魏明谷强调,交通建设一定要先公路再捷运 公路可以货物运输及人员的运输 但捷运只有人的运输 产业要发展,地方交通最重要手推公路 公路如果不服使用时,再来发展捷运 对交通建设有顺序,有步骤 选战最后两天 魏明谷竟选总部说 针对黄文林说兰律在演戏 魏明谷有诚意 针对王惠美的说法,原先将辩论形式交由王惠美委员决定 就是希望这场辩论可以促成 既然王委员愿意辩论 为了表示对王委员的尊重 我们诚挚地邀请王惠美委员只派一位代表 1510志魏明谷竞选总部 共同协商辩论会的形式与细节 尽快将辩论会举办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很厉害的接 mantle 所以请志愿者党三分费